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叫你八個鐘頭之前 不能吃東西 不能喝開水 有的人就會忘記 爐 當你上去的時候 就會塞到 吐 有碰過這種對不對 有 真的 真的很危險 如果請你禁食多久 你就要禁食多久 是 但是我發現我們可能 對於病人的胃教要清楚 有的時候我就是在 大概不到一年前 碰到一個病人 我們都會跟病人講 不能喝水 12點鐘過 因為他早上8點 12點鐘過後以後 不能喝水 不能吃東西 記得 他說好 結果後來再問 另外一個 我們另外一個護理人員 就幫忙問問 結果他居然喝Volka 喝100cc 還真的喝100cc 他說 我說你為什麼喝 不是告訴你 他說 對 就喝酒 就有可能 對 就害到自己 也害到這個 只好他延遲到下一台刀 大概快20年前 高大哥中第一槍的時候 我們在高雄 OK 我們就 我跟菲哥就陪他到醫院 只外面就聽到 高大哥在裡面 一直叫 我說奇怪 他不是有麻醉嗎 他怎麼知道 因為他酒喝很 你知道嗎 那個刀這樣 兩邊挖 7 8個小時 不是 那種情況 如果沒有 他不能再補麻醉嗎 補到他睡著 他也不行過量吧 這個如果會叫的話 應該不是全身麻醉 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話 那個管子一插 你就已經不會講話了 因為插到氣管他不會講話 可是他酒量那麼多的話 喝那麼多的話 不過現在的麻醉劑 應該都蠻好使用的 我們會根據病人的狀況 臨時的表現狀況 去把麻醉加深加深 不過我講的 他中第一槍是 很久了 27年前的事件 二三十年 對 二三十年 大家剛剛講的 都是在手術室內的 比較多 但是其實我們在手術室外 還是有一些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包括說 像剛才提到的一些檢查 大腸鏡這些部分 都是我們有時候 會去幫忙的 在我們醫院的話 其實我們還會 額外幫忙的是 小兒科部分的檢查 像是我們的小兒科 他們有一些心臟異常的 或者一些腹腸裡面 可能有腫瘤的 他們可能需要一些影像檢查 像是我們的核瘤公正的檢查 這種核瘤公正的檢查 其實它比我們的電腦斷層 需要的時間更長 通常都是45分鐘 一個小時 這樣子在計算的 小朋友怎麼可能 配合你躺這麼久 那不可能 所以要做這個檢查的時候 就變成是 找我們過去做幫忙 做麻醉這樣子 在這種檢查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壓力也是有點大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可能 站在那個地方陪他一起 經歷磁場 或是經歷放射線 不可能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調好之後 看著他 很穩定 很穩定 我們就趕快把門關起來 大家就站在外面 然後就看他的生命真相 好像不對了 呼吸變快了 或是呼吸變慢了 然後血量引路 在掉的時候 再趕快 好 這一輪做完 停下來再進去做調整 所以妳看過很多小朋友了 我們會去幫忙做這個部分 對 都是一些沒有辦法 配合的小朋友的時候 才會用到我們 小朋友跟大人的麻醉 劑量是有一定的公式嗎 我們還是會看體重 下去做調整 像他兒子才五六歲 大概八十幾公斤的人 真的假的 那跟那個機桶很像 他誇張了 不過四十六而已 四十六 八十幾歲 四十六 六歲 六歲四十六 好 像那麼小胖子的 藥量也會不一樣對不對 也會不一樣 但我們還是會去算一下 他的理想體重 是 對 不會就全部的脂肪 也一起算下去當計算 對 我們常常在醫院裡面會講說 麻醉絲 其實沒有麻醉絲 就是麻醉醫師 大家會常常講到麻醉絲 可能就是我們的護理師了 對不對 麗華 是不是這樣 應該我們都叫麻姐 麻姐 對 因為以前我們都叫麻姐麻哥 可是醫生就不開心 為什麼叫麻哥 所以我們在99年的時候 就有證明 以後不准叫麻哥 要叫麻醉醫師 然後麻姐才叫麻姐 那為什麼各位想說 真的沒有麻哥 因為他們是怕產婦 麻醉那個麻哥 去幫他做心電圖或什麼 怕會有糾紛 可是人很奇怪 醫生就不會有糾紛 反正就是這樣就對了 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 麻醉的助理就是護士 是女生 基本上你會發現 麻醉醫師都有女生 但是麻醉的醫師就有 女生 男生 醫生就沒有分男女 但是助理 我們都叫助理 可是我們不會稱助理 我們叫技術師 所以是麻醉技術師 你會講說 你在看到房間看到哪些 OK 我們通常就叫團隊 那就是從一開始 我們是巡迴護士 我們接到病人 第一件事 你要開盲腸 假設開盲腸 我們講痔瘡好了 大家都習慣講痔瘡 我們講痔瘡好 我們就先問好他的 身高體重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些先問完之後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主任 或是他的主治醫師 其實我們沒有分主任部長 他們都一樣 他只是名稱不同 可是當在麻醉的時候 他們分的是區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汪主任就是A區 那個五間 他是主任 三間就好 好 然後主任呢 就是這個 我們就給他五間 他是這個 養V 他就七間 七間 那這位是助理醫師 他就是在他們三位 一個去開會 一個在忙 一個在急救的時候 他就去跑 那各位會講說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沒有 這樣子 汪主任為什麼要Cue我 我就懂 對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區分 就是因為有時候要開會 有什麼 可是各位會想說 那他們忙不忙 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當那個主治醫師 這個麻醉醫師這樣 插管的那一剎那 他可能 剛剛講說耳機 他為什麼會戴耳機 我們是比較少戴耳機 我們這個流動 就會幫他拿起來接 然後就會說 那個三房說要麻醉了 他就會說等一下 我現在在七房 那第二通才一掛下去 第二通又來了 就會說那個病人 在麻醉當中 醫生說血壓太高 要低一點 你就跟他說他血壓多少 他就要念他的數據 念完之後就告訴他說 好 那給多少 要不然就再等我一下 然後再過來一個就是產房 產房說開兩指了 好 不要打了 可以打 好 等我一下 他說等不了了 就是這些電話 他在插管的當中 可是你會想說 他這樣會不會怎樣 不會他們技術很厲害 這邊插管邊講電話 還可以管七個房間的麻醉 血壓 輸血急救 但是你會想說 他哪一個優先 這些都我講的都是Stable 突然來了一通 電話不是電話 是全院廣播 我們每一個醫院不一樣 我們B醫院是用999代號 就是999幾樓 就像這樣 然後9991樓門電梯口 999電梯口 這時候我們就有分層負責 瓜哥是負責1到6樓的 你聽到你是麻醉醫師 你就要下去 急診的就負責 但是如果7樓以上的 那就是另外一個醫師 就是有另外一個team 各管各的 因為怕你跑不了 但是題目的來了 所以你們如果醫院是19樓 他要跑到19樓 因為那個就是難插管 剛剛講過 最會插的就是麻醉科 所以急診醫師基本有 高級訓練 急救訓練他會插管 可是難插管 太肥 太胖 太短 然後曾經做過手術 然後很腫 還有剛剛有人講過 什麼感染 什麼腫了一大堆 他插不進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要求 我們最偉大的 最會插管的 主任助治醫院 隨便都很危險 可是這之前麻醉就可以插了 基本上 麻醉是要在 醫師的指導之下才可以 所以我剛剛講過 我們叫技術人員 如果很緊急情況之下 你又知道明明會了 你還是要等醫師上來 我們不可以越舉 但是我們會去跑 像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我們那一天 一個病人就是剛好到我們的房間 他一進去天氣太冷 那又緊張 他就立刻就有點 我們認為是有點小中風 那時候他就有點昏暑 這時候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我們那時候就會很自然的 麻醉科醫師 全部都會跑進去這個房間 那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大喊 一個去推急救車 一個是拿藥 然後拿血壓什麼 我們就同時就會進去 所以那個時候就沒有分 我是不是麻醉科 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都必須受過高級訓練 所以但是基本上 頭我們不會去碰 頭跟點滴是我們的大計 我們都不會去碰 因為那是麻醉科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負責推機器 給水 跑雪 就這樣子 我是自己沒有在外科 麻醉科的經驗 可是像我們如果遇到 麻醉科的學姐過來 我們也都是尊稱她為麻姐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一次 但是我們一些心境的同仁 就是學妹在幫病人抽痰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個呼吸道 沒有幫她維持好 就氧氣給得不夠 然後就開始有 膚色有變比較紫 有缺氧的情形這樣 剛好我們的同事 有轉到麻醉科 他就過來找我們聊天 剛好看到這個情況 馬上跳到床上 幫我們維持正確的擺位 然後就是我們就可以順利抽痰 剛好我們是新的住院醫生 他就露出那個崇拜的表情 看到說謝謝這樣 所以那是實習醫師嗎 見習醫師 就是心境的醫生 像妳還會這樣崇拜 像陳立華路看到這見習醫師 一定欺負他嗎 哪有 愛跳舞 我們很愛的 今天你博士算老四館長 心境的哨位一定不會好 吃夠了 哪有 因為他們會升官 我們不會 你看我們20年來是校復 講話相當老 所以才有運氣 對 我第一年住院醫師的時候 跑到了家戶中心 我就被家戶中心的護士嫌 什麼都不會 對 不過這個個案當中 你們有沒有碰到 比較難忘的個案有沒有 大家記得理師科嗎 台灣第一個搶銀行的大道理師科 與汪醫師有什麼樣的淵源呢 病患打麻醉大失序 以為自己在藏酒店 有時候一些手術士 它是不是很痛 只是不舒服 我們給它鎮靜一下 它有時候就會像喝的酒一樣 很想化 對 有些可能有吃酒店習慣的病人 可能忽然就問說 蛤 好困難喔 瓜哥摸黑了 好困難喔